一部戲其實很簡單 做幾套好看的衣服不是問題 是把一個部戲做成一個風格 這個不就是我的衣服嗎 對啊 我去拍的第一天我印象特別深刻 他給我穿上我那個衣服 我感覺就來了 就對了 盡量讓他的這個造型是很隨意的 然後是頹廢而不是邋遢 然後再加上服裝老師他們設計的衣服整體出來 效果就非常好 最喜歡的紅色那個鬼谷大戰那套 因為那套做工很精細 聽說是兩個師傅手工縫了半個月上面的修畫 用什麼來認為你就是谷主了 那麼鬼谷的顏色裡邊什麼最大的 紅最大 前面都是紫色的 前妻都是小魔女的一種狀態 紫色不好用 尤其做女裝 女孩要有美在裡 髮型上我們希望她比較活潑 比較有個人特性 比較嬌俏 在服裝造型上 我不希望說大家做出來的東西都差不多 因為你要做帶動和引領 你跟隨的怎麼都好做 你也做成黑白 你也做成行修 你也做成普通的 那個好做 你要做成你要想突破 新武俠就是一個童話 特效化妝 特別是在面部的一個化妝 電影裡邊比較多 電視劇裡邊一個角色 因為她的戲很多 牽扯的時間又很長 對於她的本身角色的表演 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所以說我們也是做了一個嘗試 因為我們這個戲是武俠劇 江湖人物的話 還是會有她江湖人物的一個特色 我們就會讓她呈現得比較自然一點 不會有太多修飾感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部門都很用心 不整皮子太厚了 用那個炸絲去 這個武俠這種交火 已經不是打打殺殺 是人情世故 不是卻的 有錢 濕